将爷爷带娃崩溃后 宋三岁也彻底笑不出了 这天瑞宝灰宝在小水池里玩耍 不一会熊皮大衣就吸饱了水 只见宋三岁一手拎一只小耗子往餐桌走去 看上去轻轻松松实则脸都变红了 毕竟姐妹俩个个都长到了三十斤 举着玩意比去健身房撸铁还锻炼身体 宋侍卫和两熊的表情更是各有各的笑点 斯米玛塞爷爷将挖达西不是故意的斯米达 记得宋三岁刚开始照顾双胞胎的时候 每天就好像有那屎不完的牛子 收猫时嘚瑟地晃动怀里的两只宰宰 还会挨个抱起小家伙举高高 想当初宋三岁笑得有多开心 如今就有多生物可恋 悲起瑞宝时也没有先前的幸福感了 果然带娃什么的一带一个不知声 记得双胞胎姐妹出生时 两位爷爷激动地机长拥抱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他们的快乐 终于可以人手一只熊猫宰宰了 江爷爷自从瑞宝辉宝出生后 眼睛就没睁开过嘴角都咧到后脑勺了 看着软猛可爱的仔仔细汗的不得了 不亦乐乎地和小家伙玩踢腾球的游戏 此外江爷爷还把毛毯盖在瑞宝脑袋上 小家伙困惑地团团转步明白胃口看不见了 随后又轮到辉宝捂着脑袋假装无脸怪 爷孙仨就这样玩得不亦乐乎 但是自从爱宝出外场后一切都变了 憋了半年再加上三次退火失败 有呼噜爱宝决定开始报复性狂了 因此他总是自顾自走到木桌上炫烦 仔仔害不害怕新环境都与自己不挂 主打稳坐泰山看谁能耗得过谁 无奈江爷爷只好化身金牌保姆上线了 以往捧着仔仔乐道不见眼睛的小老婆 如今眉毛凝成线感觉能夹死一只蚊子 几天下来江爷爷的老妖成功被整废了 时刻得扶着就连走路都成了螺圈团 只能说兼职带娃和全职带娃还是有区别 之后带娃的任务就交到了宋三岁身上 而他也像刚开始的江爷爷一样格外快乐 直接躺在地上让姐妹俩体验爷爷排飞机 隔壁房间的爱宝看到后都惊呆了 早知道这么喜欢当初就该找他退了 毕竟整个爱宝乐园 也只有宋三岁会装睡下腹宰宰的 不过当时就有网友表示 宋三岁别看你现在笑得这么坏 过上俩月就知道啥叫生无可恋 果真一个月都不到他就笑不出来了 这或许就是风水轮流转吧 原来爱宝可以和奶爸无障碍沟通 这天宋三岁躺在地上陪双胞胎玩耍 有次爱宝躺得四氧八叉的给瑞宝喂奶 最早就和宋三岁跑去骚老子 爱宝担心他把小爱宝宝捕捉 因为被爱才会肆无忌惮地表达需求 爱宝向下班时不停地叫提醒 谁让宋三岁用手是一样念念不 直接把我们小爱给整乌鱼 就是说宋爷爷多少是有点烦熊了 能把一向好脾气的爱宝逼出白眼 坐月子时宋三岁义正言辞地教他吃竹子 告诉爱宝用手抓着吃才不会打扰到孩子 爱宝却表示听懂了但我就是胡作 用白眼不屑地撇着喋喋不休的宋三岁 内心OS撒滴你是生过孩子还是吃过猪子 随后更是使出蒙颜攻击令对方脚械投降 当初将爷爷来探望怀孕中的爱宝 即便身体不舒服他也句句有回应 看到奶爸的手伸进笼子里 爱宝本想搭上去可又怕划破对方的手 犹豫一番后还是乖乖把爪子缩了回去 垫着脑袋委屈巴巴地看着江奶爸 如此温柔乖巧的小熊谁能不爱 当福宝不肯下班老是偷摸往外跑的时候 将爷爷直接去找闺女爱宝帮忙收猫 爱宝听懂了带着两米八的气场去打福宝 不过他收猫就不像江爷爷那样温柔了 直接拿捏住福宝命运的厚伯狗 福猪猪也任由爱宝拖回去压根不敢至少 毕竟老妈生气起来是真的会揍他 可见爱宝不光能听懂还乖乖按照奶爸说的嘴 将爷爷一声呼唤爱宝立马翻身起来 懵懂可爱的眼神哄得奶爸高兴度 此外爱宝也从福宝身上得到不少教训 不仅二胎赵珠阳还学会把国人给宝宝背 这天爱宝喂完锐宝后便开始望领欲穿 还使出招牌大眼攻击让奶爸喂自己吃 谁料他一不小心没有收紧 一股臭味伴随着响亮的屁声发散开来 爱宝觉得自己完美熊社彻底动他 目光呆滞地转过头完蛋了 结果没忍住又是一声 紧接着爱宝抱起瑞宝开始舔屁股 表示刚才的屁事宝宝放得与他无关 没想到瑞宝小小年纪 就承受了生命不能承受之国 很难不怀疑爱宝宠他是因为心怀愧疚 熊猫花花大战小吊床 原来他才是基地最不好惹的小熊 这天花花想要宠幸园区内的小吊床 可奈何女明星的一双小短腿迟迟爬不上去 气得花花脸咬带拽和吊床大战三百回合 最后才成功躺在了上面 难怪女明星还有个霸王花的称号 当花花跟二狗坐在一起吃竹子时 霸道的二狗放着一堆新鲜竹子不开逆 偏要三番五次来夺损花花手中的那根 气得女明星对着他的狗耳朵咬了一大口 最后还直接把二狗撂倒在地上 而当臭弟弟小叶子为了抢镜头 一屁股坐在花花身上后 女明星则是气到咬牙切齿骂骂咧咧 然而花花在谭爷爷面前完全变了一副模样 乖巧倒让爷爷直呼她是性格最好的小学 我把你看花花狗来走 她就会走到那边了 花花狗来 花花就是为了这么多配合就是性格最好 当外教老师不小心把奖励花花的小苹果掉地上 生胖气的她认凭对方怎么哄都不听 然而看到谭爷爷后花花的心情立马变好 而当熊猫基地来了一位新奶爸照顾花花时 一向好脾气的她看到陌生人站在自己身旁 上来就朝着对方恶努眼下 甚至还动嘴咬了新女爸 谭爷爷见状赶紧把花花叫到一旁 听到爷爷声音的她立马乖乖朝她走去 可以说就没有谭爷爷哄不好花花的时候 这天奶爸来接女明星下班 莫名生气的她说什么也不跟对方谷 无奈只好把谭爷爷叫来 只见她抱起二百多斤的大胖孙女就往家走 虽然一路上花花小嘴说个没完 但在谭爷爷怀里的她还是非常怪 而花花之所以如此喜欢谭爷爷 完全是因此爷爷给了她全部的爱 那么谭爷爷到底有多蠢花花呢 钓猫石窝头她会递到花花嘴边 苹果会贴心切成小块然后喂到嘴里 接花花下班时怕她跟不上自己的步伐 就一步三回头时不时停下脚步等她 即便谭爷爷带过数不清的小熊 但在她心中花花永远是最漂亮的那只 虽然谭爷爷告诉别的奶爸 一岁多的小熊就不能抱回去 但每次花花耍赖不肯下班时 爷爷都会笑着把大胖孙女抱回家 久而久之谭爷爷还表现得格外双雕 喊荷叶吃饭她中气十足直呼大喉 可等到叫乖孙女花花时就会秒变几了自音 然后不顾没下来的荷叶疯狂丢损给花花 难怪快三岁的花花幼儿园都毕不冷夜 谁让在爱里长大的她永远是个小孩呢 原来熊猫界竟有那么多明星脸 前不久大熊猫震生就因壮脸冯公老是火出圈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她竟还是只养生熊 经常在树上打坐冥想主打一个修身养性 真正诠释了做熊就要心平气活 并且震生还学三太子萌兰健身 轻轻松松就能来一组平板支撑 直接迷倒一大片女熊 丝毫不给男熊们留后路 网友看到这一幕直接蜡皮 难不成功夫熊猫要拍第三部了 震生实在是敬业还没开机就提前进入角色 为了动物园的KPI真是辛苦 而同样撞脸冯公的还有美丽的招美女士 她的某些角度可谓适合冯公颇为神似 还因此被网友调侃为冯招美 大姐大爱酒小时候则是撞脸如业 现如今久久通过坚持不懈的干反 成功把自己从瓜子脸吃成了大圆脸 而大熊猫圆润的干妈思源 则是因长相酷似喜剂演员陈佩斯 直接入了陈氏族谱改名陈思源 也因此圆润就随了干妈姓陈 大熊猫强生则是撞脸孙红雷 没事时她喜欢给游客表演吃播 胡萝卜的嘎嘎脆的声音让人上头 吃到好吃的东西闭着眼一脸 青岛的袁晓撞脸狂飙里的徐将 虽然她有着一段不堪回首被扒毛酷的经历 但心态好的乐水该吃吃该喝喝没往心里割 并且袁晓掌的凶神恶煞一副不好惹的梦 看起来手里多少沾几条熊脸 而袁晓的哥哥原大则撞脸演员里起 不过从某种角度来看 大熊猫七宰则撞脸于华老师 不过七宰更多时候像地主家的傻儿 直脾气的她还没什么新年子 想当初就是因为阿宝挑衅了七宰 冲动的她就把对方的耳朵咬成了扳手 结果导致自己和阿宝闺女的婚事告退 熊猫小鸭撞脸回家的诱惑中的宝脸 只因她头顶一头乍发大耳朵像扇子一样 整体长相有一种不顾别人死活的梦 这造型放整个熊猫界都想当诈脸 而大熊猫除了撞脸明星外 有的还竟和照顾自己的饲养员越来越小 比如女明星花花长的和谭爷爷有几分相似 并且也俩不光站在一起的时候像 就连花花和谭爷爷的坐姿都一模一样 网友们还知道哪些撞脸明星的大熊猫呢 三个月大被村民用竹篓就回 后因瘦弱不堪靠喝中药续命 大熊猫遥远的熊生到底有多侃侃 1993年冬天的宝星县 爷孙二人上山砍柴时 发现了一只受伤的熊猫幼女 两人等了很久都没有看到熊猫妈妈的身影 眼看小家伙身体严重不适呼吸困难 村民们便当即把他送到了县城医院 经诊断姚远得了急性肠胃炎 自然保护区的负责人养奶爸得知此事后 便把他接回了家照料 每天给姚远打针吃药定期检查 还把舍不得吃的牛奶鸡蛋味给他补充营养 考虑到当时姚远只有三个月 也就相当于人类七八个月还是个婴儿 于是养奶爸决定先把他放在基地赞养 很快姚远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还和此前被救治回来的高高处成了朋友 没事时姚远还经常跑到村民的家里做客 而养奶爸则经常带他去野外训练生存技能 等到姚远三岁那年身体各项指标正常 已经具备独立生存的能力后 基地人员便决定把他放归大自然 可谁能想到七年后人们再次见到姚远 此时的他严重营养不良骨瘦如柴 于是保护区的人员再次把姚远接到基地 医护人员根据他的健康状况制定了治疗方案 为了给他调养身体 饲养员刘春华每天都给姚远熬中药 担心小家伙怕苦他还会里面加白糖 然后耐心地哄着姚远喝下 慢慢的他的身体状况明显得到了改善 较之前胃口大开毛色也光亮了不少 而考虑到姚远独自在野外生活的情况不容乐观 所以工作人员并没有向上一次把他放归大自然 姚远也就变成了圈养大熊猫的一份子 2004年他来到了青岛动物园启名羊羊 成为第一只有青岛户口的大熊猫 等到六年后合约期满 姚远回到了四川卧龙大熊猫繁育基地 和二世玩伴高高住在了一个地方 现如今的姚远算得上奶奶级别的大熊猫 快30岁他依旧貌美如花圆圆滚滚 看来饲养员把他照顾得很好 而姚远的熊生经历也堪称 人类与熊猫和谐相处的典范